据了解新增的13条大战快线覆盖了28路29路32路58路60路223路23路237路等线路 串联了关山湖区南明区云岩区白云区花溪区乌当区等区域 这13条线路是运用大数据收集乘客出行数据 与社区居委会沿途乘客代表以会议沟通方式提炼而定 我们投入了将近30台车 我们是想通过这大战快线的这种方式 能够实现区域和区域之间50分钟的通勤 每条线路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两到三台不等的这种车辆在经营大战快线的运营 本次开通的大战快线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挑选客流量比较大的站点进行停靠 停靠的大站均为沿途小区居民出行较多 商业区工作点密集之处 在早晚高峰减少客流量较少的站点停靠 解决了沿途乘客等车难的困扰 我们根据不同线路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测算 基本上大致我们每条线路跑下来实际情况 大战快车比原线路都要节约10到15分钟 下一步 贵阳公交将持续关注和追踪大战快线客流 站点时间等相关问题 实时优化调整提升运输服务能力 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快捷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